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读儒家的作品一定要觉得很高兴 如果我们读儒家作品不喜悦 大概我们对儒家的作品了解是会有一点距离 第二个就是生活的智慧跟美 就是真善美其实是合一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美其实是来自于自由 可是很有趣 其实自由是来自于纪律 我们待会来做说明 那么第四点就是生命是通过学习 学习会让我们生命有一种无限的一种开展 也会让我们有深入感 也就是有一种喜悦感 最后我们认为喜悦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喜悦 其实是来自于人性 而我们觉得理想正是我们喜悦的一个源头 我们现在看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喜悦的生命 那么我们常常听到人者乐三或者要三 智者乐水要水都没关系 那么然后我们讲说这个人者不忧不忧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那么其实这里面很有趣 这里面其实都是强调一种喜悦 一种喜悦 所以我觉得其实儒家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严肃而已 他其实在这个严肃的背后 他就是一种喜悦感 而这种严肃其实只是他在生命这种 自我面对过程里面 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奋劲 那种奋斗的一种张力而已 其实他不是最后的 其实最后是一个非常愉悦的 非常开朗的 非常欢喜的一种心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觉得 在了解儒家思想的时候 第一个各位一定要知道 他是一种喜悦的生命智慧 这是第一点 好我们看第二 好那第二呢 就是这样子一个生活的智慧 其实他不是这么呆板 他也不是这么严肃 那么其实他为什么是这样 是因为其实他就是一种生活的美 也就是一种美的生活 所以生活每个人都有 可是我们都是日复一日 那么其实生活只是一种 琐事的集合 那我们活不出那种趣味 那种情趣 如果这样来看 我们是辜负了我们的生命 所以在孔子的一句说 智于道 智于德 义于人 油于义 用那个油那个字 其实是非常重要 油其实就是一种 自由 自在 自得 自安 就是非常喜悦的一种 一种状态 这个油在哪里油呢 就是义嘛 六义啊 礼乐色域叔叔 其实我们也不要把它献在六义 只是礼乐色域叔叔而已 其实 义就是我们生活了 所以 智于道 聚于德 义于人 你前面讲了这么多理想 这么多的智慧 各位 他其实 就在 我们的生活中去表现 也就表现在 我们能够享受 每一天生活的那种情趣 那种情调 那种情怀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智慧跟美啊 一定是一体的两面了 所以 油于义 各位 就是告诉我们 儒家 第一个 油是一个自由自在 就是一种美学的概念 生命是一种美啊 是一种美 而这个美就在日常生活 就在我们的 吃饭啊 喝茶 礼乐色域叔叔啊 都可以啊 就在我们生活里 就表现 呈现我们的智慧跟美感 这是 儒家给我们的 一种生活上的指引 第三 我们看第三 那么第三这个部分啊 我们就要讨论 就是说 我们这个美啊 那么是不是就是一个 好像就是随随便便 其实不是啊 美是来自于自由 所以你看啊 美食啊 美景 美人 美文啊 这个美念 手都已经说不出道理来 你就感觉 嗯 它就是美啊 就是一个intuition 它就是一个直觉 就是直觉 那么这个直觉啊 其实就是我们心灵的一种 自由的表现 表现 所以 其实美是来自于自由的 这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自由 是不是就是乱七八糟呢 对不起 不是啊 其实各位 真正的自由 其实是来自于 自己的自觉 自我的自觉 自我的自觉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生命 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自己对自己的自觉 这是我们生命 自己给自己的纪律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纪律 我们就知道 什么时候该如何 什么时候不该如何 这个 它就是真正的自由 它不是乱七八糟 随意挥杀 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不是 因为我们有了自由 我们才能真正的 安排我们自己 然后真正的要求我们自己 然后真正的创造自己 所以你看 在孔子说 非理误事 非理误听 非理误言 非理误动 因为都合于道理 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人 所以纪律 并不是人家来要求我们 而是自己要求自己 因为自己要求自己 所以我们是服从我们自己的意志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自由 而在这种自由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不会被其他的东西所封闭 这个时候我们心就有一种直觉 而这种直觉就可以开显出一种美的意义与价值 这就是说明美来自于自由 而自由来自于纪律 所以各位从这边来看 儒家讲礼乐 其实是有道理 他不是乱七八糟 而正好是在一个规则里面 我们反而得到了真正的自我的安顿 好 我们再看下面 那么既然我们生命是要做一种 自由跟这个所谓的一种纪律 这个纪律就要通过学习 各位学习其实是愉快的 各位 所以学而实习 对不对 不亦乐乎 其实真的各位 学习是一种喜悦 因为我们生命就是一种不断开阔的过程 所以学习就让我们生命不断开阔 OK 那第二个 我们不但是学习 而且我们还希望跟别人一起学习 那这样大家能够有互动 所以读乐乐不如重乐乐 就是有横自远方来 它就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喜悦 而现在朋友来了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完全都能了解我 有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讨论一下 但是就算我的朋友 有的时候对我的了解不是那么到位 就是他不是能够这么完全的了解 但也没有关系 我们要给彼此一点时间 所以你看 人不知而不孕 即使是朋友 其他人对我们的一种不了解 或者是不是这么了解 其实我们都可以坦然接受 我们都要给彼此一点时间 所以这个当然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其实就是我们互相学习 互相观摩 互相参与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君子 就是君子的一个生命 所以生命我们说从这个喜悦 有了美感 美感的我们要求要有自己的自我的纪律 那么从纪律呢 我们就要通过学习 在学习里面 我们深化自己而得到了生命的喜悦 好我们看最后 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生命的学习 跟生活的喜悦之后 最后我们看看这个孔子 在第五部分 我们去看看孔子 给我们的一个教诲 这个教诲其实就很简单 那就是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 其实这就是一种生命的喜悦 你看发愤忘食 就是为什么会发愤忘食 是因为太愉快了各位 生命太愉快了 所以我们在第五部分的时候 我们跟各位就强调这个部分 就是生命是一种喜悦 所以发愤忘食 那然后接着呢 就是喜悦 所以会乐以忘忧 不会计较 不会怨天尤人 这就是一种美的生命 所以碰到什么样的生命 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都非常的愉悦 也都充满了一种智慧跟美感 这个就是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然后最后呢 不知老之将至 就是生命那么是有限的 可是生命在一个学习 在一个智慧 在一个美丽的过程里面 真的太快了 太快了 而我们不知不觉 就能够把这么多的生命价值 加以完成 这就是所谓的不知老之将至 其实这个生命一种喜悦 所以在这边呢 我跟各位分享的 其实也就是说 那么儒家的生命 是一个喜悦的生命 学而篇一开始 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 那么同时这样的一个喜悦呢 是来自于我们对生活的一种 认真和细心跟感动 这就是我们从 由于意 就从由于意这个地方 得到生命的一种 智慧跟美感 从过美感 我们知道 我们一定要通过努力 自律 纪律的学习 那么然后让我们的生命 更为丰富 因为有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会发愤妄食 乐以妄忧 然后不知老之将至 我觉得这生命 事实上是一种 既是喜悦 又是美好的一个内容跟过程 所以最后我们常说 自情 只可愁 知己 就是真正那种 最高的 最深刻的感动跟感情 往往都也只能 是知己 才能够跟你相呼应 也只能 送给我们的知己了 但是今天 何其有幸 我跟各位在空中相见 我也都把各位 当成我生命的知己 因为我把各位 都当成我生命的知己 所以今天我就不得不把 最美好的智慧 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愿意 跟各位分享儒家 这样子一种 人生喜悦的一种智慧 一种美丽 还有一种 无限的一种价值 那么当然 我相信各位的生命 都非常精彩 甚至比我精彩跟深刻 所以我也期待各位 那么可以分享给我 分享给所有人 把您的美好 您的智慧 您的喜悦 跟所有人来分享 这是我忠心的一个邀请 也是我的一个期盼 跟期待 那么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边 再次的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